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宁海忠 洛亞報導 中共軍心生變 中部戰區流傳一句話 辱習 中共一連兩日23日24日搞環臺軍演 但從股市看 臺灣平靜而大陸波動 消息人士向大紀元透露 北京所在的中部戰區動向異常 目前北京周邊加強政治維穩 在相鄰的河北 部隊中則流出辱習言論 5月25日 大陸一位熟悉軍中情況的人士 天明向大紀元披露 北京宣布軍演後 中部戰區也跟著有些變化 半夜開始吹冲封號 照理這個時間應該休息 但部隊這個點開始訓練 而這個部隊的責任是保衛北京的 據公開資料 中部戰區是中共五大戰區之一 領導和指揮北京市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河南省 陝西省 湖北省 等七個省級行政區的武裝力量 戰區機關駐北京市 主要任務是負責本土和首都防務 和支援其他戰區作戰 駐在河北 與當地駐軍接近的天明提到 1月份台灣大選後 我這邊每家每戶發應急包 這就是在做準備呢 他說 一旦有戰事 北京是最先被瞄準的 所以北京的人會往河北跑 但他不覺得北京周邊對中共領導人就安全 不是外部因素 內部穩定是主要原因 因為似乎軍中對習很不滿意 這幾天 河北下暴雨 部隊裡傳一句話 水淹中南海 吊打習近平 另外 他披露 現在北京周邊基層維穩壓力很大 你很難預測怎麼出事 但是防不勝防 最近北京街頭查身份的多了 嚴控外地人進京 再京的 也是加強盯控 台灣開打 沿海損失很明顯 更大的損失在首都 政治維穩是根本 要不怎麼說 人民政府人民怕 流氓政權出流氓 他說 儘管中共官方竭力營造一種 台海兵凶戰威的氣氛 但中共軍演兩天 台灣的2300萬民眾生活工作一切照常 連台灣立法院中朝野立法委員的政治爭吵 都正常持續 標普台灣 BMI指數處於歷史新高 台灣股市23日收盤小漲0.3% 而24日收盤也只微跌0.2% 半導體巨頭台積電的股價 更是維持在歷史新高 反觀大陸 中共環台軍演挑釁當天 A股三大指數集體下跌 戶指一度跌超1.5% 退守至3100點關口附近 港股也走弱 橫指 橫刻指低開低走 橫刻指盤中跌超2% 5月24日 戶指失守3100點關口 護身經三市超3800支個股下跌 退役少將 前國防大學政戰學院院長 于宗基24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中共軍演的邊際效用 遞減到幾乎沒有影響到台灣正常的生活 或者股票行情等等 他的五下行為 在台灣內部並沒有激起多大的效果 反而是引起中國內部更大的經濟擔憂 從效果來看 對他自己內部的影響相對比台灣還大 中共軍中傳出乳席的水煙中南海 吊打習近平一說 引人關注 去年以來 中共軍隊中動盪不安 火箭軍 裝備發展部 軍委聯合參謀部 海陸空 戰略支援部隊和航天軍工企業被清洗 至少有十多名高層被拿下 其中包括火箭軍兩名前司令員李玉超 周亞寧及國防部長李尚福等 評論人魏普早前表示 習近平罷免了二十多名人大代表 其中有近一半是軍人 表明軍中出現了許多對習不滿的跡象 台灣立志協會執行長賴荣偉 5月24日向大紀元表示 最近有消息說 很多軍隊比較有勢力的人開始對習近平感到不滿 因為你現在是中共的黨魁 我不發聲 但我可以悄悄地集結反習聲音 俞宗基對大紀元表示 目前來看是沒有任何一個軍中幫派 敢直接挑戰習近平 但如果因為經濟下行 薪水發不出來 或者這些黨衛軍本身的派系鬥爭 維穩的力量開始鬆動 就是革命的前兆 俞宗基認為 共軍非常清楚 發動對台灣的攻擊 就是跟所有民主陣營作戰 所以有思想的將領 應該不會去冒險 一旦習發動對台軍事的武裝侵略行動 其實就是他內部軍權崩潰 維穩力量瓦解 自己身家性命 要暴露高風險的時間 下面請聽大陸新聞 徐克 向袁紅冰爆料 難以撼動的紅二代是誰 中國流亡作家袁紅冰不久前披露 中共黨魁習近平試圖利用中華民國立法院在野黨的勢力 全面搞亂滲透台灣 理應外合佔領台灣 在近日 立法院擬強行通過一項國會擴權法案 引發大規模民眾抗議之際 袁紅冰的爆料引發關注 袁紅冰5月24日對中央設證實 該消息由習近平沒膽量撼動的紅二代提供 筆者與此感興趣的 不是島內的政治分化 而是中共黨內反習的爆料者 是誰 袁紅冰離開中國後仍與中共體制內有互動 他雖然未向外界明確哪些紅二代直接或間接向他提供消息 不過他今年初就發布過一個紅二代名單 1月3日 袁紅冰宣布一項中共黨內的爆料稱 以劉少奇之子劉源為核心的紅二代連署 要求習近平下台 據稱參與反習連署的紅二代包括 前中共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劉源 中共第二代領導核心鄧小平之子鄧朴方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 前中共政治局常委 中紀委書記陳雲之子陳元 前中央軍委秘書長 中共大將羅瑞卿之女羅點點 中共元帥葉劍英 賀龍 葉容貞 徐向前的子女等 以及前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子女廚獄中的薄熙來之外 爆料還說 這些紅二代已形成三項共識 首相及指責習正推動戰時體制 準備發動台海戰爭 另外 還提到北京因放棄武力威脅台灣的國策 改善與發達國家的關係等 這個爆料在海外曾引起一些爭議 袁紅冰後來向大紀元解釋 經過查證得到回饋 劉元等紅二代形成反習共識 這個事情是真實的 即便紅二代反習三共識未確認是否屬實 但這次有關係只是全面搞亂渗透台灣 因為提前預告 而後續幾乎照辦 被廣為引用 在前述袁紅冰列出的紅二代名單中 劉元無疑是重中之重 習近平多次講過類似紅色江山來之不易的話語 這一方面暴露出他恐懼紅色政權不保 另一方面 他是以此來定位自己是紅色江山繼承人 順便打擊黨內對他搞終身制的非裔 顯然 對習質疑最有利的 是和他同樣出身的紅二代 前國家主席劉少奇之子劉元可能是習較為忌憚的一個 今年73歲的上將劉元曾經擔任中共軍事科學院和總後勤部的政委 協助前中共黨魁胡錦濤打掉軍中大老虎古俊山 習近平上台後 劉元出力班倒前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 徐才厚等 本來被認為有望在中共十九大上位軍委或任軍紀委書記的他 在2015年轉入人大財經委 當時不到65歲 2023年3月的人大會議後 劉元已經淡出中共政壇 但劉元過去幾年仍在人大投票中還有得票 在2018年3月的13屆全國人大和2023年3月的第14屆全國人大 選舉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時 先後有兩名和一名全國人大代表選舉劉元 這在擁有虛偽的全過程民主的中共 頗為奇怪 這只能說明 劉元在政壇還有影響力 如果他願意出面表態 或是有人借他的旗號做事 對於習近平來說 還是會有所顧忌 不排除劉元的圈子中 就有人向袁紅斌爆料 其他有實力的紅二代當中 鄧小平之子鄧朴方 於2023年9月已從殘聯名譽主席位置退下 鄧家仁目前在政界已沒有留存 今年4月傳出 鄧小平孫子鄧卓蒂目前擔任中信財務有限公司監視 儘管如此 作為改革開放的招牌 鄧小平家族也算是習難以撼動的 另外 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和習近平不是一路人 習強奪了胡家兄弟主持的自由派雜誌《炎黃春秋》 胡德平之地胡德華被迫搬離了胡耀邦生前居住的 西城區會計司胡同25號四合院 這些都是習對胡耀邦家族打壓的一部分 但也只能打擊到這個程度而已 不過 雲南省委黨校退休講師子訴 早幾年發公開信 推舉胡德平為新的總書記 可能令習近平對胡德平有所顧忌 至於別的反習紅二代 有一些已被習撼動 比如 劉亞洲本身是紅二代 又是前國家主席李先念女婿 已被證實遭抓捕後 眾判無期徒刑 最近有不同的消息源說 紅二代中 因為利益上受到習的打擊 或看不慣習走極權路線 私下裡罵習近平的人很多 相信他們日後對外爆料會更多 更勁爆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還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是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 分野參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參又有參曬參 白參 紅參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以100%韓國優質6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建 記載的九爭九鋪方法 純手工 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RA、RF、RG3、RH2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爭九鋪製作後的黑參 灶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持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RG3的含量比紅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保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高達80%以上 是紅參的6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